无运动不激口不激烦 想吃饭吃饭 保持身材永不反弹 而让你感觉你的吃饭习惯 以上这些 不是什么 我总结了我身边 那些吃不胖的演员们的 一些领食习惯 过年啊 咱们就是一个 两个吃都不会烫 如果你以后养成这些习惯 你真的会很容易说 首先啊 就是吃饭的数据 吃饭前先喝一杯温水 如果有汤啊 咱们就先喝汤 然后再吃蔬菜 再吃肉 最后再吃猪食 一定要把菜或者是肉 吃下去之后再吃米饭 比较搭配的一起吃 这样一通通通通下来啊 餐后的血缸波动 体这种波动的部位比较小 而且更容易产生饱腹感 就不会吃特别多 然后就是食物要定量 分成小份吃 不要跑一大碗的菜啊 饭啊肉啊 每次呢都夹小一点 少量多次的吃 第三啊 吃饭细嚼慢咽 你看居进一 他吃个面包子嚼60多下 那不是没有原因吧 既是一个好的吃饭习惯 还能享受美到美食 慢慢吃啊 给炸脑一定满意时间 要是吃太快了 大脑接受都会延迟 就很容易吃成 第四点啊 不想吃吃饱了 咱们就停下 不要把自己吃那么长 不要暴饮暴食啊 真的会胖 你们之后点餐的时候 也可以少量一点 就不浪费 过年期间啊 你们可以试试这个吃饭的方法 真的不会胖的 说不定还会瘦两斤呢 年后记得回来打卡